有型嗎? 踏入2024年 Gadget Gang 第一個 不大不少的投資買了一部新相機 Sony A7 C2 這部機我們都考慮過很多不同因素 有真金白銀貨買回來 有新相機都想試試新配件 都問了Sony 借了一套新的無線咪 ECMW3 再加上我們最近又去了維園網球賽 試最新推出的Sony A93 相機型號都很多 又一又七又九 不如就一條片講完我們最近試過的Sony相機產品 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先講A9 Mark III 之前Sony邀請了傳媒去維園影網球比賽試機 A9系列主打高速攝影 今次A9 Mark III 部機最大的賣點是用了全域快門 Globo shutter 可以做到1秒120張連拍 連拍圖中螢幕也不會有黑畫面 今次我們還試了300mm f2.8gm 新鏡頭 看樣子我就駕駛十足 究竟影成怎樣呢 聽些快門聲其實都感覺到 連拍速度真的很誇張 一顆網球都可以完全對焦到 而且實正無變形 我這些門外看拍到這個質素 其實可以見到這部機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連拍可以做到月拍一秒 即是按快門那一刻 部機是捕捉到按鍵之前的畫面 在操作上部機都多了一顆自定鍵 預設按實距離拍照會是高速連拍 再加上轉盤的高速模式 用家可以設定不同階段的連拍 A9M3一公布就有很多科研的文章討論它的全域快門 理論這條片就不多說了 只是講下這部機的特別之處 除了120張連拍之外 快門最快可以做到百萬分之一秒 而且在這個速度之下 加上Sony特定的閃光燈可以做到閃光燈同步 可能未必人人會用到這些功能 但A9M3在技術上絕對是一部很有突破的相機 我們試機那天的運動攝影師兄都說這部機其實是挺划算 正Body的售價是46,990元 正在賣街 我們暫時未需要用到A9M3那麼厲害 在添購相機的時候 都是想買A7C二號還是Z3E1 如果你想買拍片機的話 應該都有留意到這兩部機 我自己去年就有試用過Z3E1 如果純講拍片機能 Z3E1是好一點的 它用的感光元件跟A7S3一樣 可以拍到沒有剪裁的4K60格影片 以及更新之後可以拍到4K120格 而且它的高ISO表現都出名了 而A7C二優點就是平衡一些 性能上它跟A74比較接近 拍4K60格的時候就會有剪裁 拍照也有3300萬像素 這方面Z3E1的1210萬像素真的沒得比 操作上A7C二多了EVF 多了兩個轉輪和選模式的轉盤 我們不同同事都會用部機 所以操作也是一個考慮因素 兩部機的售價很相近 如果你是很肯定自己90%時間都是用來拍片 而且清楚4K60格和120格 會為你的創作帶來什麼好處 Z3E1可能會是更好的選擇 但我們最終就選了A7C二 因為我們拍片主要都是用4K25格 未必需要用到Z3E1的功能 所以就選了比較易用和平衡的A7C二 說到比較猶豫的地方 都是價錢 Z3E1的相機始終是比較貴 但我們本身有兩部Olympus的相機 而合作開的攝影師 多數都是用Z3E1的 所以就決定買多一部Z3E1的相機 去配合其他攝影師 教式方面後製方面 是少了很多煩惱的 希望日後都可以用這部機 拍多些片 有相機拍片 咪都相當重要 會借這套ECMW3無線咪回來試試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是支援多介面MIHOTSU 普通這類咪的接收器 要接駁到相機 都是要用到3.5mm插頭 去插到咪位 但如果你用這隻咪 就可以這樣插到HOTSU位 它已經可以連接到相機 你就不會被線擋了你的操作 最重要是帥仔 一套松蓮 信仰 這套咪都是一個套裝 有一個接收器 和兩個咪都有一個充電盒 我們都有拿出去試試 它的連接性能和降噪表現 我身上掛了這支 ECMW3新的松蓮無線咪 其中一個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連接距離都算相當長 可以連接距離到150米 我現在就嘗試越走越遠 看看會否收到我的聲音 現在目測應該3-40米 以我跑步的距離 我覺得現在差不多接近100米 我一直跟我攝影師聊天 現在真的差不多100米 現在應該150米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我目測大概150米 就開始多干擾了 我嘗試再走前一點 我想一般拍片都不會走到這麼遠 所以這個距離都清晰 我覺得都符合它的說明 大概100米都是連接到的 正面的距離測試我都收貨 大概100米左右都連接到和清晰 我現在試試背著鏡頭走 看看會否有分別 現在這裡應該70-80米 背著真的有影響 所以大家用麥克風的時候 都真的要對著鏡頭 它的聲音和連接表現都很不錯 另外還有一道好 就是它有很多拍掣 每個掣都有各自的功能 不像其他麥克風就只有一兩顆掣 你要按來按去 好像塑密碼一樣 都不知道自己在操作什麼 是很頭痛的 麥克風那邊可以調校音量 另外還有一個Noise Filter 和Low Cut Filter 我們都試過它的功能 夾著鏡視麥克風 夾著鏡視麥克風 就是在近天後 後面也有很多車的聲音 我們沒有開啟 Low Cut Filter 和Loyce Cancelling 現在的聲音如何呢 Testing 1 2 3 現在開啟了這個Low Cut Filter 又夾著鏡視麥克風 我們身處的地方 就是維園近天後後面的馬路 車放和剛才一樣 都是很多車的聲音 我現在的聲音表現如何呢 我們身處的地方 就是維園附近的馬路 現在有些重型的車 我聲音表現如何呢 夾著鏡視麥克風 Testing 1 2 3 1 2 3 我自己幾喜歡這個低頻濾波 Low Cut Filter 聽上去是少了一些雜音 但就沒有那麼潛水聲 那接收器這邊 除了用這個HOTS去連接之外 它都有3.5mm的麥克風 駁去其他品牌的相機都沒有問題 另外亦都有一個USB位 亦都可以接駁電腦 我們可能做直播都會有用 還有一個Safety的按鈕 當你開啟了之後 就會錄多一條 減了20db的聲軌 那你後製的時候 就會多重保障 總括來說 這套麥克風的連接表現 和聲音表現都相當可靠 但真的比較貴 售價是3290元 如果只是聽聲音的話 我想很多用家都未必寫得去給這個價錢 那它最大賣點 都是和Sony的相機一件套 插在學書上面用 真的相當地瀟灑 那今次我們一次過 又試了幾款的相機產品 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了解多些這類的產品 如果有什麼想知道多些 都可以留言和我們交流一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Gadget Gang的頻道 那我就是Gadget Gang的主持Vincent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你還可以 是非公關主怎麼會 你還可以 連接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